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今天大盘跌了169点 你是不是很紧张 好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持续的创高跟继续涨 那是不是很强 好甲祖成员看过来 我们手上的来安格 有没有持续的创高 除了安格之外呢 还有什么艾普啦经历科啦 对不对来新复兴 神奇标冰 新复兴跟什么 跟这个杨华都持续的创高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其实今天大盘来看一下跌了169点 好那你看我从哪里 我从16000就跟大家说来 第四季游集团做这样行情 对不对 好所以16000就带大家一路做多 做到哪里来 做到17945 这一波带大家赚多少 1795点对不对 好那因为创高之后来回撤 对不对 那好不容易今天回到继线 其实我内心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说 哇好不容易回到继线 来买点到了 这就是我这一波一直跟大家说的 我们要怎么样 低档布局高档才能欢呼收割 其实老实讲今天回到继线 我带我家族成员我买了一档 现在即将要大涨的题材股 好那我们先来看大盘 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一大涨 来你知道吗 8点46分 大哥这边把我放大 8点46分 我带我跟我家族成员怎么说 我说今天期货结算会怎么样 会开高走低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持续看好什么 高价IP 因为什么美国的挥达跟超微持续的大涨 所以主轴没有改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跟大家说什么 来昨天跟大家说 神盾集团并购IP公司 对不对 所以这一路上我带大家操作都是什么 IP对不对 跟什么 跟这个俄军的IP 金利科再来就是神盾集团 都没有看错 好那我们来看这边 今天大碟一点不意外 昨天就跟大家讲 台子集结算 但我称作这个是最后的沙盘利多 怎么说呢 外资2万多口的空单 他已经回补了 对不对 再来 你们知道吗 其实现在要聚焦的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好那台币扁的话 其实对台积电来说 他毛利是会生的 好假设好了 假设这个明天台积电法说会说 他毛利高于外资的预期 哇那台积电就涨了 好试问 台积电涨台股会跌吗 当然不会啊 台股就开始涨 那整个如果台积电涨 IC设计涨 那整个台股就上去了 所以我说今天 今天是最后沙盘的利多 真的就是趁回测到季线 要好好的把握 下一次资金翻倍的机会 对 好再来 你们知道吗 辉达跟超微 其实这两档美股 他的股价都一直创高 那辉达跟超微创高 试问他们的供应链怎么会跌 好再来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真的是买点不是卖点 来K值 我每次跟大家说 我说K值到10 真的不是卖点 K值到10是一个买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超微 你看超微的股价已经创高了 对 好来 这个是辉达 你看辉达的股价也创高了 好来 再来 为什么我一直说拉回要买 来 联准会 会在第二季启动降息 对 好那你们知道吗 台湾它受惠什么 AI 跟高阶晶片需求 所以我们出口是带动我们的出口 对 所以我说我们的景气 11月是黄蓝灯 好再来美国 对 我帮大家整理了 美国近40年有6次升息后降息的循环 意思就是说升息完开始降息之后呢 来股市就会开始涨 那再来就是美债如果这个殖利率跌的话 其实资金就会流到什么股市 那当然对台股来说我们会有什么资金的浪潮 那资金的浪潮来就会引发一波台股的多头的行情 所以来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说回测到季限 对 是再一次资金翻倍的机会 好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说 我说什么 大摩 你看大摩他也说台股含到2万点 那他为什么看到2万 因为什么 来台湾 台湾今年企业获利成长 18%比去年还要成长 对 好再来我们这个好像年轻人都爱买什么 ETF对 好那就是内支就是内支有买盘 那ETF就是买台股 所以就是整个台股来说 今年真的行情真的很大 好来你看 我在这个我这一波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集团股就是要看神盾 对不对 再来就是资源 这两个题材都是跟IP有关 所以我们的二军都一路续报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我跟大家说三月有什么行情 高值利率的行情 四月有什么行情 股东会的嘎空行情 有没有 所以这一波真的就是要把握资金翻倍的机会 你说老师讲这么多 那你手上的这个神盾集团的股票 你还在吗 对因为今天真的震荡太激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神盾集团 来你看一下 我在什么时候跟大家介绍神盾 来12月4号 当时大家都在买安国 我跟大家说不要安国 我看好神盾 怎么说呢 来 因为你看神盾这一家公司 他投资十家公司 对不对 好那你看 为什么我说要买神盾 你看这边来 你知道吗 其实他这个今年 他每股会赚12.2 那2025年他会赚12.8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投资12家公司业外的收益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那神盾集团 我就是赚钱了 神盾赚钱了之后 我带大家做什么安国 好你看一下安格 你看1月10号 我跟大家怎么讲 我说安格 对不对 他就是 他本来是做这个AIPC相关的 对不对 后来他布局什么 他布局电源管理的 跨足电源管理的领域 对不对 然后今年 其实今年因为他加入了电源解决方案 所以他的营收会呈现倍速的成长 好那今年会倍速的成长 但他去年12月他已经开始营收年增190% 营收那个年增190%真的很多 好再来你们知道吗 安格其实安国持股22% 他是安国投资 那你有没有印象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安格他会比价安国 对 好那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 12月8号 当安格涨停的时候 我跟家族朋友说续报 当时80块嘛 对不对 好那1月5号 对不对 续涨我又说续报 对不对 好那你看 当这个安格 有没有 我获利18%了 对不对 1月10号 我还是续报 对不对 好你看1月16号 当获利29% 来到97我还是续报 对不对 好那你看安格今天来到多少 你看他今天大盘跌了180几点 他还是创高 来到99.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几天我发现 来我发现一件事 来你看 当股价有没有 当股价已经来到94块的时候 然后外资跟主力还在买 我们买在哪 我买在75 所以我常常说 因为我有AI无敌系统 对不对 我盘中只要大咖立刻买 我就知道 然后再来我每天追踪筹码 你看大咖大户外资 如果还在买我就不出 所以我常讲 跟我就是这样 你第一档跟我 我让你翻身 你第二档跟我 我让你翻倍 对不对 好你看当时我讲 当时我们75买 对不对 一开始他涨到805的时候 我没有因为第一根涨停 我就出 我没有 我跟我家族同学说续报 好再来到81.7的时候 我还是说续报 对不对 好再来你看 涨到84.1了 75到84.1 老师去10块还能出 没有我还是续报 好再来你看 涨到86.9 获利18%了呢 我还是续报 好我们看一下 来来到93.6对不对 哇75到93.6 获利25%了呢 够多了吧 不够 我认为不够 因为还会涨 我就是续报 来你看 对不对 到这个 902了对不对 36%我们还是续报 好那今天尾盘收99多嘛 获利了快多少 35%多我还是持续的看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只要盘中 大咖立刻进场 我就知道 你看当时12月7号 有没有盘中有没有 我这个就跟我说 指标跟我说 大户在买 叫我要留意对不对 好那你看来 80.5的时候 我就我们还没有卖出讯号 我就续报嘛对 好你看一路就从75 报到81.7 我还是持续看好对不对 好87.4 我也在这边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我们持续看好 而且比价安国 有没有 好你看 86.8 从这边75到86.8 有没有 我还是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我持续的看好 到93.6 25% 我也在这边说 我持续的看好 那我看好的理由是什么 来就是这边 你看 你看哦 那个主力 他都用农资来做买进 你看农资使用率 随着股价创高 他农资都在增加 好那就这样 默默的就一路走走走 已经赚了35% 我持续的看好他 好 那这个 就是说你会问我 老师 那整个神盾集团 你看到什么时候 好 当然 就是说 如果说我讲过 盘中 如果有大咖在出 或者说 我回家用我的AI5D系统 发现说 主力在出了 对不对 那我就第一时间 会带我的家族朋友 做一个这个 获利的动作 那如果没有 我就是持续的看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我在什么时候 在我的Light 跟我们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说 我就是看好神盾 持续的报老他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朋友 真的是很幸福 你看在1月5号 1月5号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介绍什么 我就介绍神盾130 来就在这边 来你看一下 有没有 1月5号 好我说 神盾集团发威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神盾 对不对 我说持续的看好 对不对 沿着五日线操作 那除了神盾之外 还有安格 对不对 好那你看 来1月10号 还是跟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朋友说 来还是看神盾 有没有 因为他搭上AIPC 我还是看好他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 你看1月12号 还是讲神盾 除了神盾之外 还是安国 对 好那你看 所以我说 我们Light粉丝团家族朋友 是不是很幸福 来你看一下神盾 1月5号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1月5号就在这边 130这边 130这边 你看130到现在178 也有一个波段的涨幅 对 好那这时候 就第一次看电视节目的 这个观众朋友就会问 老师 我要如何成为 你Light粉丝团的家族朋友 来我们的右下角 你电视机的右下角 有一个QR Code 对 你只要扫这个QR Code 跟我说一声 哈喽 你每天早上的10点 就会准时收到 我对今天大盘的看法 以及今天强势股在哪里 你资金要放在哪个地方 那每天下午呢 对 我会把这个 我们家族成员手上的持股 做一个追踪 让你好了解说 哇 老师介绍的个股 我们后续要怎么看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老师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的这个神奇标 对 低价标兵 新复兴啦 洋华啦 后续怎么看 还有就是有家族成员在流 那个留言跟我说 老师 那个经历科 132到今天 差一点跌停 你怎么看 那这一些看法 我等一下回来都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说 我要送大家 就是我今天回撤布局的一档什么 红包股 对 那是哪一档 休息一下 回来老师再跟大家做分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股动乾坤 运达特股美女老师 爱补40% 立基48 机密科118 创意40% 连发科35% 即将推出女王标股 倾听把握 跟上脚步 超级见 02-2781-0909 2781-0909 迟达特股美女老师 爱补40% 立基48 机密科118 创意40% 连发科35% 即将推出女王标股 倾听把握 跟上脚步 超级见 02-2781-0909 2781-0909 迟达特股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 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 关心您 好欢迎回来 来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要引要站在主力的肩膀上 好你们知道吗 其实这一波的我们的神奇标兵新复兴 对不对 我帮大家看过了 昨天晚上哦 这个主力跟外资还是持续的在买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什么时候第一时间在这边介绍 来我这个12月4号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来新复兴有没有 他转亏为盈 而且呢这个PCV一定要有 因为呢消费性电子降到健康的水位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今年 今年的这个核心持股嘛 好来你看一下 当这个1月8号新复兴来到了35.75的时候 我跟大家怎么讲 我说持续的看好他 对不对 好再来你看一下 1月11号当新复兴来到38.1的时候 我说呢还是要看好掌听我还不出耶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他有低轨道卫星的受费股再加上转亏为盈啊 而且股本小比较活泼 好来你看 在1月15号的时候 新复兴来到41块了 我还是不出 对不对 我们波段获利35%我还不出 因为他有低轨道卫星的题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现在就是说卫星手机热 你知道吗 除了苹果之外 飞瓶阵营的这个 都要导入卫星手机 那零组件就会增加 所以对他来说 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利多你知道吗 好那你来看 你看新复兴 对不对 我帮大家看过了 随着股价创高到42块的时候 散户已经都卖得差不多 筹码都到哪里去 大户手上了 好你看一下 就在这个昨天 一样喔 散户卖大户吃货 所以说还不用出喔 好那你看 我在什么时候买的 来30块 一路上 对不对 在这边没被洗掉 对不对 然后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整个波段 获利已经来到43% 所以我还是持续的看好他喔 好那 如果说你是看我节目 对不对 然后一路上 你也跟我们买了新复兴 那你真的盘中 很想要知道说 我什么时候出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light留言 或者打电话进来公司 问我就可以了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哇今天最戏剧性的变化 不外乎就是经历科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经历科 来今天最低杀到361 快跌停了 这时候呢 有人就打电话进来公司 问我啦 就问就问我说 老师经历科到361要出吗 我说不要出 理由在哪里来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说 因为他比价联发科 再来AMCU的涨价 对 好那我一直跟大家说 这一波所有的IC设计 都在炒一个题材就是IP 大家都要有IP 那经历科有IP啊 好你看喔 来 我们一路就从132到403 波段获利206%了 对不对 好你看这一波132 创高293这边没有出 对不对 或许有人笑我 老师那样293不出 好 出掉了之后 那现在404怎么办呢 人性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的核心持股 我习惯一路报 报到翻倍再翻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昨天 来昨天经历科来到400了 外资还在买 400还在买 400还在买 我们买在哪 132 所以我说有时候 好股票你要报老它 那要如何报 你就是要随时知道 主力 对不对的动态 好那这个一样喔 你有想要了解经历科 对不对 什么时候出 对你可以这个留言来问我 好那最后大家最关心的 老师你刚不是说你今天布局了一档题材股 接下来会开始爆发 好那来看这边 来你们知道吗 其实最近有一个肋骨悄悄的在动 它就是跟细光子相关的 就网通骨啦 好你知道吗 随着这个台积电要供细光子 对不对 好还有很多 比如说他挥达也要啊 博通也要对不对 好那这个像我现在介绍的这档 它是什么 它是微软 微软的客户 也是什么 Mineware的客户 好而且最重要是他今年 他去年已经整年获利了124%了 获利成长相当的惊人 好你看就是这一档 他还没涨 他整理完准备要涨 因为今天已经出量了 对好他是做光纤产品的 好你看喔 这就是位间 你看他串高回测才刚整理完 骨架才刚站上五日线 KD才刚交叉 有没有 好再来 这我称的红包股 你看 融资使用率58% 代表阻力都用融资在做买进 好来你看周线 其实他已经整理大半年了 他200多对不对 回测整理半年后准备在上 周K值才刚交叉 对不对 好那你看月线 你会发现 随着回测 你看他大股持股人数持续的增加 好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你看这个是我们一月 有没有 这是我们一月的女王精选标股 你看经历科206%没有出 艾浦已经获利90%两次没有出 安格36%没有出 新复兴43%没有出 对好再来杨华还没有出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趁这次拉回 真的是拉回是好买点 你不要永远羡慕说 哇老师你的会员 经历科赚两倍 艾浦赚90%对 安格赚36% 来这一次我带你买 来我带你买翻倍股 现在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你现在进来 我先让你赚钱会费 年后开始算 想要这一档题材股的 刚转强打电话进来 明天准时带你进场 拜拜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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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骑自走 时间差不多了 是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快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的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她开座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变大特骨美女老师 爱骨40% 立基48 经历科118 创意40% 连发科35% 即将推出 女王斗骨 轻轻把握 跟上脚步 超级键 02-2781-0909 2781-0909 尘大特骨 每次都会有 你累了 变大特骨 美女老师 爱骨40% 立基40% 经历科118 创意40% 连发科35% 即将推出 女王标骨 轻轻把握 跟上脚步 超级键 02-2781-0909 2781-0909 尘大特骨 美女老师 爱骨40% 立基40% 经历科118 创意40% 连发科35% 即将推出 女王标骨 轻轻把握 跟上脚步 超级键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 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大家好 我是张亚文